好的 可以看到民眾隔著分割島 看著對街正在施放鞭炮 除了聲音長達近兩分鐘 而且還會一次大量施放 來看看當時情況 好的 可以看到一聲巨響之後 大量的濃煙瞬間直衝天際 而這個地點就發生在高雄鳳山 鳳龍市場前的大馬路 而民眾會特地拍下畫面抱怨 就是因為鞭炮施放的時間 就在今天早上的六七點 由於四天連假剛開始 有不少住戶利用第一天 想要好好補眠 沒想到一早就擾人親夢 而經過了解 原來當地知名的鳳龍市場 當天有民眾集結要出發競箱 疑似是在出發前 舉辦了簡單的儀式 並且施放鞭炮 引發民眾關注 而畫面在網路曝光之後 有人表示贊同 認為不應該一早就大量示範鞭炮 但也有人認為婚傷起庆 以及廟會活動 久久一次 大家應該體諒 不過兩集的反應 網友仍爭持不下 以上是我們所找到的情況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當地知名人 便利 除了 警察